上线的阿联的位置呢 也把利夫吸引出来 再顺下 马上的小打大 位置非常多 马上的假动作 外线再来 状态好了 但是有时候他 再换 哎呀这聪明啊 对 换上房子名 一层一层的 又是一个 这回协防了 但是再准 早不满意了 刚才那个进攻 这个联防实际上 也是比较松散 用上劲 没错 这个基地点太远了 没错 存主来马上定点投射 虚晃一枪 太舒服了 这个球就是秋天 宗盛望的掩护 换了 小打大的太舒服了 进去了吗 我还是投 还是寻求外线机会 这下难了 我的天 其实难度很大 还是寻求了 就说让赵瑞打一打 面对刚才的方数 你看这种球 再过掉 一步过 对 这种球 刚才不是 杜盛望的掩护 再换 阿联这边有机会 掩护啊 马上呢 又换了进攻的方式 再进 防不住 防不住 这是对于像杜盛望啊 对于 这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些人都说过啊 对 都这么过来的 马上 哦 今天五个三分了 没错 这一节进四个啊 马上就 刚才人出手呢 一看到大哥过来有点犹豫 这又是甜点 你给到胡明轩 把握机会啊 方硕来组织 稍微好一点 哎呀没接好 怎么会 直接丢了 应该是传到底下了 你说那个位置啊 左边45度 要不然16分 是 再换成马上 再换 上抢之后 广东队给予了惩罚 今天这药串的得分效率 马上再过掉 看着有协防看看 赵小川是在协防卫 所以只能打右侧了吧 哦 在右侧直接选择出手 延续手转 第七个三分 来看啊 你看 胡明轩 超远距离 广东队的进攻 哎 又是 蓝牌到一块了啊 漂亮 给张明石卫饼了 大延误最做的队 嗯 还是延误给秋天之后 赵小川往里传啊 这下失误了 呃 内传内的背壳给胡明轩 这个是 迪布森林脱手了 又没了 嗯 又一个失误啊 那手刚今天 背转 哎 也不行 太危险了 背转 我们要暂停了 嗯 哇 节奏啊 大失啊 哈哈哈哈 态度就是 全场二一 又逼了一个失误啊 这就和一番战有点像了 这就给范子明 还是要造犯规啊 真是 但追身过来 只要马上有这样的命中率啊 说战友超和方硕能一直延续那样的手段 马上再来 第十一次出手 我吃一中九 太厉害了 当时效率也不高 那我估计就得 马上刚才投完了就转身走 你看自信回头 哇 这是阿里纳斯是吗 是 出完手就转身走了 你没做好准备 又一个抢断啊 这没做好准备 嘿 传到脚后跟上了 41 和对手还做了个配合 马上 马上那间 41